他有封方的封喔 封方的封 受傷的男子表情痛苦 根本無法自行行走 還要救護人員一人一邊 幫忙攢扶 讓他躺上單架 緊急送醫 深夜12點多 嘉義警方在阿里山巡邏 半途遭到民眾攔車 開著紅色休旅的女駕駛 看到警車經過 彷彿就像看到救星 不斷向警方揮手求救 因為車上的家人 頭部受傷 雖然在醫療站有簡易包紮 但暈眩想吐 還整個人貪軟 情況相當危急 穿著拐杖的家人 憂心忡忡 也一同搭上救護車 要從阿里山上 趕到市區大醫院 整個救援過程 就像和時間賽跑 短短25分鐘 將人送上救護車 都是受傷 並表示感覺有頭昏腦痛 想吐吐的現象 深夜巡邏被民眾辦圖攔車 警方表示還好幫了大忙 男子送醫後沒有大礙 也讓家人們鬆了一口氣 記者侯古文嘉義報導 你確實在 從事件固定 又 你住在